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讲解怎么样用ShadePilot的软体 以及笔色验证模来验证我们已经做好词牙的颜色 然后我相信这是在未来一定会 一是是需要每天做的工作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了词牙的颜色对不对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病人 我们的病人叫做林队队 林队队他在12月27号我们帮他笔色 然后寄去送去给祭司 然后一月多祭司把模送回来 送回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是他的祭司做好以后 TOF在笔色验证模上帮他照的相片 那我们就随便选出一张 来我们随便选这张 我们把它拖到萤幕上来 然后我们去12月27号 因为12月27号机的照片是 笔色机的资料是 祭司真的用来比对颜色 然后用来烧尺的相片 所以我们就用这张 然后我们来看随便选一张 我们来选24这张 把它拖到 拖到萤幕上来 拖到萤幕上来以后 他们就会形成这样两个并列的画面 那下一步我们要做就是让他这两个影像同步 因为我们要比对他们在牙齿上面相同的地方 第一步TOF会做的是把牙齿的位置翻转 就是做水平的翻转 这是一个水平翻转或是垂直翻转的键 按下去以后 TOF的习惯是让对侧牙去翻转 所以我们会按一下R就是右边这个Image 然后我们按这个水平翻转 它就翻过来了 第二步我们要做就是说让这两张影像 Synchronize Synchronize就是同步的意思 就是让它能够在这个画面上叠在相同的位置上面 好我们来试试看 按这个Synchronize键 以后画面就会出现让它重叠 然后我们利用平移 我先让它平移 这是Move 先把绿色的影像移动 那为什么绿色影像 绿色影像是刚刚在右边的影像 假设我们要让左边的影像移动 这样它可以在 让画面在中间 我们就按L 它就移动红色影像 然后移到这个地步以后 我们大概需要 再做一点点水 那个旋转 好我们按这个旋转键 旋转键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绕着它做一点点转动 好做完转动 如果要求清楚 我们还可以再让它平移 好移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让它是处于同步的情况之下 以后来 我们按一下Apply Apply就是说已经完成了 那个同步的这个步骤 按完成同步步骤以后 我们就是要同步的比赦 然后我们要取出 两张图上相同的地方的颜色 来比对它颜色 如果颜色是OK的 那比这验证模上 和它之前牙齿对侧 颜色是一样的 代表这个齿牙是可以过关的 那这个按键就是说 同步取颜色 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12这个crown的上面 它有一些既是做一些外栏的特效 就是让它看见有点像拖盖 那TOF是建议我们避开这个拖盖的地方 在这边 我们就随便取一块 拉一个范围出来 然后当作我们取色的基准 好 拉出来这个范围距离是 Δ1是2.28 好 来 我们先把这个数据记录到画面上 把这个画面关掉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图像 在这个位置 它的Δ1 在这两块区 Δ1是2.3 通常Δ1是2.3 在TOF的标准是OK 通常我的标准是2以下 但2点多一点点 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 以这个牙齿来讲 那TOF就会把它接受 而不Reject Reject就会 就不 意思就是说 不需要让你送回去基地公所 让它改颜色 然后就等 客户下次来的时候 我们直接帮它试带 好 那这个方法就是这样 也没有给它很简单